俄乌戰爭的最新狀況啦 就是說因為俄羅斯 哇 跑去炸 澤倫斯基他家鄉 然後也的確造成了 蠻大的傷亡 而且澤倫斯基的父母親 還住在原來的這個地方 那所以他們最新的進展 到底是如何呢 對 我覺得現在兩邊 就打出火氣來了 先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現在呢 俄羅斯 大概總震亡是24.5萬人 可是現在推特有個影片 就是一樣啦 其實整個戰爭 我認為有點僵著 焦著 可是烏克蘭正逐漸獲得 微小的優勢 因為他用過去一樣戰法 慢慢一寸寸推進了 這是一台俄羅斯的運兵車 俄羅斯的運兵車 在停在路邊之後呢 先被迫擊炮擊中 擊中過很多士兵往外面跑 往外跑之後呢 其實這邊就有 烏克蘭士兵在埋伏 然後針對往外跑的士兵 一個一個槍殺啦 所以這類的其實短兵交接 然後這種小動作 其實不斷地都在網路上 不斷地在流傳 可是現在俄羅斯 他有點打嘴砲 他說 7月烏克蘭正逐漫期 2.1萬人了啦 烏克蘭完全沒有 照反攻計劃執行啦 為什麼呢 烏克蘭武裝部隊有 28,024人死亡 還損失的10輛鮑斯坦克 然後呢 2,200件不同的武器 烏克蘭反攻 我也按照計劃進行 浪費西方的武器啊 所以兩邊到底誰是誰被騎 躺一下 看不太出來 因為確實烏克蘭在這段期間 也沒有什麼進展 小小的 就一小點一小點的推 可是問題是現在雙邊 要真的打出火氣來囉 烏克蘭 因為過去有俄羅斯 不讓人打基輔啊 打烏克蘭對不對 烏克蘭現在直接 你打基輔對不對 我打你莫斯科啊 俄羅斯國安部指出 30號軍方擊落 三架烏克蘭五人機 直播攻擊時的 這是莫斯科的兩棟金融大樓 距離克林姆林宮只有幾公里喔 這是一週之內 第二次發生的 無人機攻擊事件 難怪 哲倫斯基說 接下來的戰場 就會回到俄羅斯境內 沒錯 戰火正返回俄羅斯境內 而且呢 你看到 烏克蘭除了大反攻之外 俄羅斯的南部邊境城市 遭薩姆200攻擊啊 所以換句話說 我除了打你莫斯科之外呢 我打你的邊境城市 我一樣用薩姆200 來攻擊你的城市 現在CNN有最新的影片說 烏克蘭 烏克蘭他除了拿了 很多西方武器之外 他其實自己也在很努力的 這個研發新的武器 我覺得這個還蠻厲害的 無人船攻擊 俄軍的黑海艦隊 然後說什麼 那個 那個大橋炸的 也是用他們喔 因為對 我認為現在戰爭打到現在 烏克蘭真的可能是 除了美軍之外 最會打仗的國家 如果論使用先進武器 我不認為烏克蘭比美國爛了 因為烏克蘭現在都在實戰 說美國還很驚訝說 哇 烏克蘭的這個 AI的這個 這個技能發展得非常的迅速 因為烏克蘭以前過去 就是俄羅斯軍火工業的重鎮 所以烏克蘭就有非常好的抵制 現在烏克蘭研發新的 這種自殺無人機攻擊 這個呢 前面有鏡頭嘛 然後這邊有遙控的天線 裡面呢 有炸彈 那這種自殺無人機攻擊 可以去打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那為什麼對黑海艦隊來說 壓力很大 因為這個太小了 這無人機不大 所以過去呢 比如說他們設定的雷達 靈敏度 它面對的魚雷可能就那麼大的 所以我比較好抓嘛 對不對 可是因為無人機只有這樣子 所以它已經超過雷達 可以改命的範圍 那它炸的能力大嗎 我風群戰術喔 對不對 我彈頭可以300公斤嘛 對不對 我一次弄個五六台啊 炸關鍵的船的那種龍骨那邊啊 其實或者是說炸你的彈藥褲啊 所以我關鍵的這個所謂的技術 關鍵的地方可以炸 用所謂的狼群戰術去炸你 對俄羅斯來說當然壓力很大嘛 對不對 另外非常多世界銜潔武器 都往烏克蘭送嘛 這叫硫磺飛彈 這影片烏克蘭也公布 硫磺飛彈叫做歐洲版的地獄火啦 地獄火就是地對空的飛彈啊 可是要這個歐洲版的地獄火飛彈 做非常非常多喔 空對地 地獄火是空對地的飛彈 那這個版本非常非常多喔 他們竟然給烏克蘭叫做地對地 就是他把這個地獄火飛彈 鑽在這個吉普車上面 那烏克蘭我不用直升機 我一樣可以去炸俄羅斯的坦克 那這地獄火最好用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原本的導引喔 你仔細看喔 他只有雷達筒 這個透明的遮罩是雷達導引的 那這個雷達導引呢 譬如說我可以派一下無人機 在這個重要關鍵設施上面 用雷射打在這個建築物上面 那這個雷達筒呢 可以雷射導引去抓那個雷射訊號 更很準就對了 它準到公分幾 五十公分以內 天啊 美國版的地獄火 據說是可以從船戶鑽進來的 從就是五十公分以內 就是零點五公尺內的準度 它就是 但這個非常非常貴 可是如果打 比如說我知道這個是指揮官的車 我要把它打下來 我就用這個來打 那現在英國歐洲也給它嘛對不對 那這個英國的無人機更厲害 這叫AUDS 電章裝置長這樣子 這都是天線 這些都是天線 它狀況是什麼呢 如果敵方無人機飛過來對不對 我就會干擾 但是這干擾的技術 有點像以前這個 我們Radio的蓋台 不用想得太複雜 這樣講大家就懂 我就去用更 訊號干擾啦 讓你找不清 搞不清方向啦 不是 我們地方是賣藥蓋台 看看忽然賣藥 比如一顆五十五十 乾病 腎病 全部都好 蓋台 它的功能就是可以蓋台 就是它除了去干擾 俄羅斯的無人機之外 還可以奪取控制權 哦 那就是蓋台啊 這蓋台 第四台常看蓋台 其實蓋也沒那麼負擾 那就是更強的功率 用大功率來干擾射頻 切斷無人機與中端之間的聯繫 迫使無人機降落 甚至接管控制權 哦 瞭解 就叫做蓋台 所以這個東西也拿去用 用的好了 建議國軍買個一兩千套 先擺著看看 而且整個過程好迅速 8秒到15秒 你的就變我的啦 好多的